Richard今天在舊市政廳首次提堂 他涉嫌在四天前 在多倫多小意大利區的一間咖啡店外連開幾槍 導致John Raposo死亡 警方昨天下午在多市中心將Richard拘捕 他如今面臨一級謀殺的指控 Richard的律師說 Richard拒絕承認自己有罪 並說自己不認識死者 也不知道為什麼會被拘捕 他的代表律師說 死者Raposo一直和幫派犯罪活動有關 而槍擊案發生的時候 正好是意大利和愛爾蘭的足球比賽 當時死者所在的咖啡店附近人潮非常濟湧 目前並沒有證據證明 他的當事人和案件有關 Richard的律師更強調 警方說Richard來自卑斯省的說法是錯誤的 Richard是來自安省Stofield 他曾經在多倫多北部犯下搶劫罪 之後到賓斯省服刑 Richard目前被警方還押 將會在7月27日進行第二次出庭